近期屡存财困的高银金融00530主席潘苏通,旗下高银集团的何文田新盘奥文,早前已取得入伙子,为交楼入伙日期一拖再拖,项目亦在陆交易告吹,最新一宗个案的原先成交价为5045.2万元。 据一手销售资讯网资料,上述单位为原于2019年11月透过招标形式售出的第二座16楼B单位,实用面积1425方尺,当时成交尺价约35405元。 已于日前中止买卖合约,而项目至今共六六中同类个案,共涉原本楼价于3.3亿元。 事实上,该盘至2019年11月开售以来,销情一直缓慢,至今已于一年半时间,扣除六伙交易告吹个案后,合共仅卖出22个单位。 占整项目单位总数401伙紧约5.5。目前仍有九成多单位代售。 发展商早前指出,已通知各买家有关项目需再延迟交流。而大部分买家初步表示考虑继续等候成交。 公司会按照买卖合约之条款跟进处理。该公司亦称,将继续监测项目工程进度。 务求令项目尽快完工。据了解,项目最初预计关键日期为2020年11月,但已先后延至今年5月及7月。 tadi没有结束。 Unreal00。 版本计算是昌和мires damit关键人 31月20日之后。 放进完工程。